你有没有办法相信一台 12 年的老车还可以那么衰弃 重点是它的一切都跟得上潮流 今天我们就带大家快速看一下这个 Mazda 6 的 20 周年限量版 在影片开始之前呢 记得大家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哦 实际上呢 这个 20 周年限量版的 Mazda 6 呢 它是从这个 2018 年的小改款基础发展而来 你可以看到它采用了一个全新的车色 讲着呢 这个车色有一种低调奢华的感觉 我开出去的时候呢 我真的是成为了整条街最亮的仔 很多人问我 这辆车什么颜色很特别哦 而且除此之外呢 这辆车采用的 Kodo Design 混动设计 让它就算是在 2024 年都还是很有视觉的冲击性 整辆车非常的优雅 非常的流线 非常的有运动感 我相信这个就是 Mazda 6 为什么卖到现在都还可以再卖的原因 虽然讲 在今年它会与日本停产 不过呢 东南亚市场依旧可以买到这一款车 那么呢 Mazda 和其他的品牌不一样的地方在于 一般的品牌在运动化的车款上面呢 他们喜欢采用这个 Duoton Color 的轮圈 可是这个 Mazda 6 呢 它是采用了一种绸断银的颜色 看起来它是一个雾银 但是实际上它是一个亮面 看起来非常的优雅 至于它的轮胎尺寸是 225 45 R19 配上这个车的轮毂 我觉得非常的饱满 非常的好看 你有什么看法 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们知道啦 在 2018 年第二次 Mazda 6 小改款的时候呢 原厂大改了车头 但是车尾并没有大改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它还是非常的Sexy 这个屁股看起来 你会真的很喜欢 不过呢 它们还是有在这个灯组上面进程一点小小的调整啊 例如讲 这个尾灯组是有这个 3D LED 尾灯的 在晚上的时候 一亮起的话 远远就可以看到它是一辆 Mazda 6 你很容易分辨的出来 然后除此之外呢 因为 Mazda 6 一直主打这一个运动化 所以它配备了双出的排气围观 那么作为一辆 D-Segment 呢 其实这个 Mazda 6 的尾箱空间表现其实还是不错的 够深 够平整 如果是讲呢 你要放高的呼球具 我相信不是问题 要放一家人的行李 我相信问题也不大 那么大家觉得这个尾箱可以满足你的需求吗 目前 Mazda 6 在马来西亚是取消了这个 2.2 公升的柴油涡轮增压引擎 但是 2.0 公升跟 2.5 公升的 Sky Active G 自然进去引擎还是可以选择 如果你买到的是这个 20 周年的版本的话 那么它配备的就是这个 2.5 公升的 Sky Active G 自然进去引擎 最大马力表现是 192 HP 峰值流流表现 258 Nm 匹配六速的自排变速箱 在这个年代呢 这个动力表现基本上只是中规中矩而已啦 它并不是涡轮增压引擎 但是它可以带给你那种自然进去引擎 非常纯厚的这一个加速感受 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这台车在高速的动态表现啦 不过呢 如果是在市区驾驶的话 那么它的低速起步就会比较柔顺一点点 所以这个是看个人需求啦 就是看你喜欢涡轮多一点 还是喜欢自然进去多一点 不过这个自然进去引擎其实整体表现多还不错啦 就是油耗有一点点偏高 这台车我开了大概是有 4-5 天左右 我的以市区驾驶居多啦 我的油耗大概是 8-9 km 左右 以这个 2.5 公升的引擎来讲 这个油耗就真的是中规中矩而已啦 Come on baby 你可以相信吗 这个是一辆12年老车的内装设计 我可以毫不夸张的跟你讲 如果你是单单比较同级车款的内装质感的话 这辆车内装质感第一名 不要打 Camry 甚至连 Arteon 都不用跟它比 因为这个内装质感真的是太好了 这边你摸的地方都是软质塑胶 然后下面还有一个 Brow Color 棕色的 Alcantara 所以整体的视觉效果真的是让你很惊艳 然后除此之外呢 它在这一个座椅的部分呢 它也是采用了一个 Brow Color 的皮革 然后上面还有这个 20 周年的樱花 甚至连它的门板这边都是软质塑胶 跟这个中色的 Alcantara 所以这个质感表现呢 我可以跟你讲呢 真的没有一个同级对手可以跟它相比 另外呢 它上面也配备了一个小尺寸的天装 没有全景天装 有点小可惜 不然的话会更加分 然后除此之外 整辆车的这个内装设计呢 你并不会觉得它很老 它除了质感好之外 这个设计也是非常跟得上潮流 包括这个独立式的出屏租机 然后还有这个质感非常好的这个等器控制旋钮等等等等 另外呢 它在前面还有这个抬头显示器 跟这个半数位化的仪表 当然很多人讲 在这个年代不给全数位化的仪表呢 是有点吝啬 可是你问我的话 我会跟你讲 这一个仪表呢 Design 非常的精致 我丝毫不觉得它会有任何拖累它豪华气质的感受 没有错 我讲它就是豪华 不过 它还是有缺点啦 就是这个车的坐姿会让你觉得它的摇迫感比较重 我的身高是180亿 这边已经降到最低的坐椅坐姿 我还是觉得会有摇迫感 所以这个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事情 可是除此之外呢 我觉得这一辆车 它的这个内装 基本上如果满分是10分 我可以给到它9分的 这个内装真的好 不信你自己来看一下 虽然这个内装好像很完美 但是我有一点点要吐槽的地方就是这个主机 这个主机的萤幕只有7寸 而且它的系统是老式的系统 会比较卡顿 而且呢 在连接这个无线的Apple CarPlay的时候呢 也会比较慢一点点 然后重点是哦 大家看这个 它的这个360 镜头呢 其实清晰度也没有那么的高啦 我是觉得如果目前Mazda 已经有这种8寸或者10寸的主机的话 应该给它更换这个主机 整体的感受会更好啦 当然这辆车除了内装质感跟设计都很好之外呢 它还是有一些安全配备的 例如说它配备了这个主动式定速巡航 车道维持系统等等等等的安全备备 前面还有抬头显示器 跟这边 还有这个Boss 的音响 你怕吗 一般上来讲 大家讲到Mazda 的后座他们都会觉得很小 可是因为Mazda 6 是一辆D segment 的关系 所以它的后座空间表现并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小 你看我的身高180亿 当然我的头部压迫感会比较明显一点 大概剩这个4个指头左右啦 可是我前面的脚部空间还有一个拳头左右 所以如果是讲你的身高大概是180左右 你坐后面还是可以坐得比较舒适的 尤其是这个椅背支撑感很好 只是椅垫稍微有一点短 然后还有一个小缺点 就是因为在国外呢 Mazda 6 是有这个override 的版本 所以这边吃掉了后座的空间表现 但是除此之外 这个空间表现我觉得是给过的 因为实际上它跟这个 Camry 的 SV70 相比呢 这个后座空间表现并没有逊色太多 只是我觉得如果它有全景天窗的话 那么头部的头部压迫感可能会更少一点 小缺点 可是整体来讲空间表现我不吐槽 因为平常我讲Mazda 空间小人家都讲我吐槽它 但是这一次我不吐槽 因为它的空间表现我真的觉得是可以的 这个Mazda 6 的20周年纪念版在马来西亚售价大概是24万令吉左右 你讲它贵吗 它贵 但是对于喜欢Mazda 的朋友来讲呢 这一个车的价格是绝对值得它给到你的东西的 但单这个内装质感我觉得就只会票价了 更不要讲它的外观设计 它的这个引擎的表现 还有它的动态表现 所以这个 Mazda 6 我觉得它是可以的 你有什么看法 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知道啦 好啦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的新车简短介绍 如果大家喜欢这辆车 或者喜欢我们的影片 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啦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